一分钟移民管理小知识又来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冰小花 据外交部领事司、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消息 近期美国执法机构针对中国在美留学人员进行任意盘查 死老、没收个人物品、扣留等案件,其据增加 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提醒 中国在美留学人员提高安全意识、注意防范、妥善应对 如于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寻求协助 据悉,近日吉隆坡国际机场将转机可停留时间由120小时,缩减至48小时 目前马来西亚仍限制外国公民入境 机场中短区内时速服务大幅减少 为了避免转机的中国公民滞留机场情况的发生 驻马来西亚使馆特此提醒 一、落选着吉隆坡国际机场转机 请务必确保转机停留时间在48小时以内 二、吉隆坡国际机场和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是两个不同的机场 目前外国公民无法在上述两机场间转机 转机前接航班必须在同一机场内 三、从第三国登机前 请务必确认从吉隆坡飞往目的地之航班是否被取消 避免因航班取消而被迫滞留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中转区 四、务必提前买好全程机票再安排旅行 购票时请注意通过正规渠道以免购买假机票 购买后应提前联系航空公司查研机票中尾 好了今天的一分钟移民管理小知识到这里就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想要了解更多出境政策和移民管理小知识 记得持续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